老话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出门太困难 兜里没钱呢 就只要成天提钱 多伤感情啊 昨天全国有432家A级景区 对游客免门票 还有这好事呢 我得赶紧占便宜去啊 占便宜 你得先看看自个儿啥身板啊 这是慢啊 谁啊 这种 我来的钱 这老鞋人 挤来挤去的鸡蛋促销啊 啥呀 好消息好消息 河南432家A级景区 对全国游客免票了 A级景区免票 竟有这么好的事 免票的头一天 其中一景区的大批游客 就不顾工作人员安排 使出吃奶的劲 拼命地往园区里冲 鞋都挤掉 李游也没鸡蛋 抢个啥劲呢 看这架势还以为 谁先进去景区归谁呢 既然免费还挤啥呢 排队往里金呗 那不得网上预约进圆吗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主要是当时早上刚去的时候 人特别特别多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预约的流程啊 码呀 然后就在门口排着问 反正也比较乱吧 因为 也问过来问去 可能也急了吧 正好有一辆车过来 他们就一下子就给污上去了 有人在乎的这个事 那已经在庭望着了 真是用生命在占便宜啊 人家是游山玩水 你们这纯属于是玩命啊 丢那双鞋 那不比门票贵吗 见便宜就上 那采丢的是鞋吗 是吊在地上的脸 啊